位在宜蘭郊區的軍備局204兵工廠 在今天上午9點40分左右 發生了一起嚴重爆炸的意外 工作人員是在拆卸閃光手榴彈的時候不慎引爆 造成了6人嚴重炸傷 2人輕傷的事故 這8個人當中有5名上市 還有3名雇員已經緊急送醫 早上9點多 位在宜蘭原山鄉的連勤204兵工廠 突然發生巨大爆炸聲響 隨即傳出了呼叫哀嚎聲 陸續抬出8名灼傷的人員 包括了5名官兵和3名聘僱人員 分別送到了附近3家醫院 林俊業 那這位先生他90%的一個3度的一個燒傷 以及吸入性的一個呼吸道的灼傷 其中包括了林俊業 林秀美 張來福 邱俊智有高達90%的3度灼傷 最主要的傷勢在臉部 情況十分嚴重 這其量成6重傷 兩輕傷的爆炸意外發生在上午 當時軍方正在進行TC68的閃光手榴彈 銷毀作業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發生爆炸 有啊 聽不懂在那裡 在那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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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那裡大聲啦 要不要燒燥啊 這不燒燥 對我們這裡安全性 傷害很大 爆炸意外發生之後 國防部長高華駐得知消息 緊急從三軍總醫院 派出了一組醫護人員 趕往宜蘭支援 也只是20次兵工廠 暫停作業